我們說到節能減碳的部分呢 尤其是藻礁也是一個環保的議題啊 但是我們看到蔡總統呢 在昨天的時候接見了環團 結果呢訴求是零共識啊 甚至呢蔡總統還要要求說這個環團啊 你不要排斥任何方案的可能性 但是我們告訴你 蔡總統這句話其實就已經告訴你 他已經有一個方案 叫你環團要吞下去嗎 因為呢蔡總統說不可能會重啟核四 三接呢要有法理上的要求才能停工 因為呢環團要求你三接就停工了吧 但他說不行不行 要法理上的要求才能夠停工 但是呢經濟部就告訴你 除了三接之外呢 估計還要再建四座的接收站 因為呢他不要核四嘛 那我們電力該怎麼辦 所以韋翰哥他就陷入這個問題啦 就一直有一些三接四接五接啊 要一直弄啊 我們就沒有辦法達到所謂的碳中和的目標 這個問題好大 但我很快把它講完 因為觀眾朋友 如果你有一直在看中間頻道 你知道我們現在至少有五接啊 是 一接是在高雄的永安 二接是台中港 三接就是現在目前桃園的關塘 四接是基隆的這個協會電廠 五接再回到台中 台中港的這個 所謂的第二期的工程 那為什麼要這麼多 因為他的目標是 一年兩千三百七十萬噸的LNG的 這個天然氣船裡面的那些天然氣 我們跟美國也簽了25年 確實我們要用很多的天然氣來發電 那重點來了 你用天然氣發電 它是要排碳的 你用燃煤發電 它是要排碳加PM2.5的 你用燃油發電 它的油污 它對空氣污染更嚴重 那我們現在2025年 我現在不是講2050年世界碳中和喔 台灣2025年 我們的非核家園蔡總統的目標是 燃天然氣百分之五十 燃煤百分之三十 那綠能百分之二十能不能做到那就算了 基本上是做不到啦 現在看起來應該是做不到啦 就算能做到 那也就是有百分之八十嘛 那你核能2025以後不用了 如果綠能20%做不到 做12%好了 另外那8%誰來加 我先跟大家講 我每天都在看我們的火力發電 我們現在已經連續 過去這兩個月以來 我們的燃煤都超過百分之三十五了 現在已經超過百分之三十五了 你跟我講2025年的時候會退回百分之三十 你真信 我剛剛講燃煤不但有碳還有PM2.5 好 第二個 天然氣的這個整個發電的過程當中 它的LNG船如果任何狀況 今天這個張靖教官在現場 你要是海運 LNG船不敢靠近台灣的 我剛剛講永安在高雄 台中港在 都在我們台灣海峽 你台灣海峽的北 台灣海峽的南 進行火炮射擊 你怎麼辦 LNG船敢靠近嗎 我們現在沒有規劃東部的 東岸的那個LNG的接收站 我這樣一講完大家都懂了吧 這需要很難嗎 你需要念到什麼 戰士戰略研究所才懂嗎 不用 所有的中太網友這樣一聽就懂了 所以這會是個國安問題 兩岸一旦關係緊張 我們連發電都不行 好 那不管都可以 而且發電也超過百分之八十好了 那回到我們剛剛第一題 那你一個火力發電超過百分之八十 甚至要到百分之九十的國家 你如何能夠降低排碳 不能啦 而且國空靈和代替嘛 前幾天我們台灣媒體很少有報 我知道我們中天有講 其實歐盟也正在探討核能 把它視為綠能的一個方向 但我們台灣不跟你講這些 只告訴你說 哎呀核四不可能 好核四不可能 蔡總統我這邊問 當然總統不會回答我了 大家可以有機會 或是立法委員會怎麼樣去問總統 你現在是不要核四還是不要核能 如果你覺得核四危險 你說是拼裝車等等 我想很多現在看我們節目的網友 也有這個問題 我聽說核四做危險耶 拼裝車耶 是因為我們核四因為現在第一個人要幫送出去 第二個當時美國G1場的這些工程團隊的後勤補給 可能也有問題 但是全世界各國並沒有放棄核能的情況之下 我們中華民國現在跟大家講我們放棄核能 而且我們還要達到排散的標準 這是不可能辦得到的事情嘛 那至於這個 跟這個潘中正老師環保團體14個人4月2日去見面 那是因為時間到了啊 你每年時間到你兒子身體幫他切蛋糕對不對 切完蛋糕第二天他考試考不好你還是要罰佔他的啦 所以今天你找這些環保團體來 蔡總統有一句話我 我是真的很不能接受就跟大家講就是說 核四絕對不能重啟 我先跟大家講一件事情好了 核四重啟困難重重 因為人道幫送走了 因為團隊不在了困難重重 但是問題是我們中華民國就是用民意來決定施政方向的 如果最後你要跟大家論述我們怎麼做怎麼做 我講一句更白一點 在1990年在1996年 那個時候人民直選總統當時也覺得困難重重 那我們國大代表怎麼辦呢 那現在有沒有人民直選總統有沒有 所以如果民眾要你這麼做 你今天身為民選政治務你就是去做 不要講那麼多什麼我現在不行 那你乾脆跟大家講 以後國民黨的政治務都不要登記參選 因為國民黨的政治務全部都會賣台啊 所以中舉會以後只要看到標註國民黨黨籍 直接回家就回家就回家就reject 不行你不能參選 你就直接來嘛 如果你要這樣講的話 我現在並不是跟大家講核四安全 這個你要去問核能專家 但是民眾要做選擇的時候 你先把人家斷掉 第二個 你現在跟大家講說要有這個所謂的天然氣發電廠 跟藻礁的關塘區不蓋三接完全無關 我再講一次 因為台北港林口港或是其他的替代方案 不是不要天然氣發電廠 是 而是現在的環保環境是不要蓋在那個地方 對 那人家早就告訴你 你2013年你也去寫早朝永存的那個字 四個字 你怎麼會不懂呢 現在突然裝不懂 然後呢 潘忠正老師還跟大家講說 啊 我看蔡總統那個眼神 我確定他是局外人 我講一個不客氣的啦 時間也沒有那麼多了 還有老師要講 如果總統 817萬人託付給你的總統 可以直接提名行政院院長 不用國會統一權的總統 你都要在這件事情當局外人 第一個 那你乾脆回家繼續當你的局外人 你把事情交給副總統賴清德去做好了 是對不對 你今天2013年 很多現在在看我們中天的網友 你等一下寫我看一下好了 你什麼時候知道藻礁這個議題的 你是2013年知道的嗎 還是2020年 還是兩個月前看中天才知道的 你都不知道這個藻礁的議題 忽然在 有一個這個事情 本來二月都已經以為 那個公投連署不會過了對不對 所以大家對於藻礁 藻礁的議題 我因為跑新聞 我可能知道比較早一點 可能百分之八十甚至九十人 對藻礁這個事情 完全不知 但是 我現在把這個畫面 Cue出來了有沒有 那個藻礁永存那四個字 你蔡總統2013年 你就已經讓潘昌昌帶著去看了 你怎麼會 你比大家都更早知道這個議題 你現在怎麼可以突然講說 這個事情我不知道怎麼做決定 你早該做決定 你選總統之前 2015年你就要做決定了 2012年你就選總統了 所以你怎麼可以當局外人 你怎麼可能是局外人 你今天是總統 那2018年為了選舉 怕孫昌選不上 深澳電廠從原本一定得有這個電廠 不然沒辦法發電 而且還說服大家說 難道你要弄一個 我就不要講誰了啦 大家等一下上網去查 弄一個危險的瓦斯桶在那邊 還是要哪裡放煤還是要放瓦斯 還告訴大家燃煤比燃煤天氣更好 我真是我的天啊 好那最後呢 最後乾淨的煤 這個煤其實你不用擔心 弄到最後為了選舉 說不蓋就不蓋啊 深澳電廠之前說 哎 煤電一定要蓋 之後呢 為了選舉馬上就不蓋 那現在也是一樣 你今天為了大潭的天然氣發電廠要發電 你把它扭曲成就一定要蓋在關塘 這根本就是說謊 因為你要有天然氣 現在的關塘 我再講講講更白了 我要結束我這個這個話題 關塘的天然氣發電廠 2006年開始以後 今天是2021年 觀眾朋友十五年了 那他的一號二號 三號四號五號六號 這六個機組 他現在是怎麼發電的 天然氣發電廠 沒有三千啊 三千還沒蓋嘛 還在蓋對不對 他是從臺中港拉線 直接三十六吋的海的線 不是路的線哦 你看網路上講說 我們沒有路線 對 你是用海 你是沿海拉那個線 所以早就已經可以發電 早就已經透過台中港的第二個天然氣 接著現在繼續發電的 那現在環保團體告訴你說 我要保護藻礁 所以不要蓋這個地方 不是不要蓋 你把它扭曲成不行 然後環保團體跟你見面 你又一副搞的都不知道 那你難道去年沒跟他們見面 2013年你沒有去看嗎 這是蔡總統故意要裝成是局外人 結論就是因為公投可能會過 所以總統要畫出一個次元刀 切割清楚 就算公投過關 傷不到我蔡英文 這就是唯一的準則 也是最高的準則 對 所以韋漢哥說的好 就是裝的好像是局外人 但是他怎麼會是局外人呢 那蔡英文你不要覺得說 這個跟你沒有關係 因為你現在是我們的領導人 現在還在文青市的說 2050近零的轉型 是全世界的目標 也是台灣的目標 哇看起來好正能量 好文青 但是我們告訴你 歐盟早就設定了 2050要達成碳中和 2030要達成碳排放的減半 那其實他途徑有綠能 碳費啦 碳交易啦 還有加徵碳關稅 這個很重要 要問一下介大使 因為台灣還有很多國家 都是出口導向的國家 你如果要出口到歐盟的話 告訴你 如果你碳是有問題的 你如果是像我們這樣燒了 那麼多燃煤的話 你是要被課碳稅的 所以呢這個想問一下介大使 這個是一個世界趨勢 如果要做生意 如果出口導向的國家 你在這邊事不關己啦 只會文青事的是有用嗎 現在這個碳關稅 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如果真正開征的話 台灣是問題最大 因為我們台灣第一個 我們提出來這個減量標準 跟世界的整個的這個 整個的標準差距太大了 人家2050碳中和 你看我們2015提出來 我們只是我們回到 2005年標準的一半而已 跟人家差太遠了 另外一個 其實你去看很多數據 國際很多這些官方或民間的團體 台灣的碳排放量 在過去一直都是快速成長 從來沒減過 從來沒減過 一直都快速成長 那麼現在呢這幾年呢 拜這個蔡英文這個小姐之次 台灣的碳排放量 又是大幅增加 因為為什麼 因為你把原來的穩定的供電 核能你一個一個把它的 把它現在關的關 還要繼續關 那現在我們的所謂的綠能 非常非常的慢 上不來 為什麼 當時設計所謂的太陽能發電 就根本不曉得 太陽能發電是要有很大的土地的 台灣的土地非常非常的 第一個非常的昂貴 第二個我們也沒有那麼多土地 去搞那麼大片大片的太陽能 那就是一個錯誤的一個決定啊 可是他就做了 那你現在就是進度非常慢 第二個 風電的話台灣海峽沒有錯 你可以在那邊種很多的這個風車 可是不要忘記我們 我們是颱風多發地區啊 是 你那個颱風一來給你 而且我們的 我們這個風是不是一年到頭吹的 所以你這個綠能根本就沒有什麼 大家從專業來講的話 其實打一個大問號 可是呢你現在把這些綠能搞出來 所以在未來你這個紀錄這麼不好之下 如果碳稅排起來 碳的這個碳稅碳關稅一排的話 有的國家不是靠 不是靠這個外銷出口 出口為導向 它受傷不大 我們的外銷 我們的trade volume 大於我們的GDP啊 是 那這一排下來台灣真的完蛋了 所以呢 我們現在這個 這個蔡英文把我們過去啊 能源專家所定好的一個 這個能源發展計劃完全打 完全把它破壞掉 現在台灣來講是 完全已經啊 失去正常思考 我們就講他當時廢核的時候 廢核我 當時我就說 總有一天我們台灣老百姓會知道說 民進黨幫我們當傻瓜騙了 為什麼 他都是一次 咬一塊一次咬一塊 我現在有一階 我有二階 最後現出來又講錯了 還有三階 我有四階 還有五階 然後你才會發現 哇 天然氣發電原來是最貴的 那個比碳貴很多啊 後來才發現 哇 那那個 那那個風電更貴 你知道我們買風電的價格 跟他 歐洲的廠商談是多少錢嗎 一度五塊六啊 全世界最貴的風電啊 那你這個 你這個 你這個 你這個太陽能發電 你知道太陽能面板 它將來用完了以後 它會造成大量的污染 你怎麼解決啊 可是他都沒有講 所以今天 當時民進黨政府在廢核的時候 他沒有告訴他 你的代價是什麼 他都沒講 然後呢 現在我們在做的 現在發生的事 都是因為我們廢核的代價 為什麼 第一個 他沒有告訴你 我如果廢核的話 我就要回藻礁 我如果要廢核的話 我就會讓我們台灣人 得一年有一萬多人要換 要得什麼 要得肺腺癌 我如果 我如果廢核的話 我將來就會砍森林 我們就砍我們屏東萬嵐鄉的 岩山公路 上百公頃的森林就要砍掉啊 如果說 我們要廢核的話 我們將來我們的電費 會大幅往上提高 他都沒講 那現在 他的謊言要被拆穿了 為什麼 因為 全世界 都沒有國家在廢核 所有國家在過去20年30年 都在做什麼 在減碳 所以現在歐洲也好 美國也好 你知道韓國有多少個 核能機組正在建嗎 你知道大陸有多少核能機組在建 這是最清潔 最便宜的能源 發電的能源 那你將來 你台灣的電力 電費往上這樣漲 韓國的電力 我下降 你跟韓國怎麼競爭 你把台灣 跟經濟逼上死路 就是因為一個意識形態 當時我看到外國人說 你們台灣這個政府 事實上真的有點 把你們當作 無資的一群人看 為什麼 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 用如此衝促 而且不負 不論代價的方式 來把你的核電系統 就這樣子把它摧毀掉 他說 德國 德國他廢電 他人家花20年 廢核電 而且你知道 德國是什麼 德國是電網跟歐陸的國家 通通通合在一起 為什麼德國可以說 我可以達成我減碳目標 我告訴你中間有個原因 你知道什麼原因 因為我可以跟法國買電 因為法國是全世界 最大的核能發電的國家 它的電多到 用不完 比利時我也賣給你 德國也賣給你 又便宜又好 所以德國就說 那我可以廢核 我可以慢慢這樣做 我可以減核 可是人家花20年 連瑞士都要花20年時間 我們台灣是怎麼樣 我們台灣是說做就做 那最後一個什麼原因 就是政治意識形態 另外這個 政治人物太沒有責任感 把老百姓 完全當作無知的群眾來對待 然後呢 現在出現問題了 他過了10年 像剛剛 手一攤就沒有 像我們張 張進雄 張教授提的 他談的所有的約 都是20年的 跟歐洲人講了一個20年的約 對不對 跟這個美國人又講了一個20年的約 他到時候走了 你這個約繼續綁在台灣人的頭上 用比較貴的代價 來承受比較差的服務 所以今天台灣這個狀況 是非常非常嚴重 碳稅不可怕 可怕的是你的碳 沒有辦法減啊 台灣這個整個的 我們這個碳排放 是逐年增加而大量的增加 那這個情況怎麼解決 現在民進黨 我們的環團去見他 你看看 他人家就看出來眼神沒有 他不是以前說 我要用力請聽嗎 現在人家站在他面前跟他講 他都聽不進去 他是請別人聽 請別人聽 我們這個國家還叫民主國家嗎 我們還有民主嗎 我們還有民意嗎 什麼叫謙卑謙卑再謙卑 現在我們看到總統接見 我們所有環團代表 現在是什麼 傲慢傲慢再傲慢 走了以後還叫發言人出來說 這些人他不要太堅持己見 到底是誰堅持己見 今天把台灣的能源 把台灣的這個碳排放 搞成今天這個樣子 我可以很簡單的說 追魁禍首就是民進黨 所以呢 剛才介大使就說 民進黨真的有在謙卑嗎 剛剛就說了 其實他跟環團見面的時候 讓潘老師就說 會面後真的心情好沉重 小英難道是局外人嗎 總統武發言人張敦涵還說 你們這些環團心胸要開放 心情就不會沉重 讓陳學勝酸說 你真的是讓環團 吃足了環團的豆腐 民進黨就像極了復興漢 另外我們來看到就是說 我們現在所謂的碳的問題 我們台灣真的是還蠻糟糕的 尤其氣候變遷的績效指標 CCPI61國當中台灣排第幾名 57名倒數的 而且民進黨2025的非核家園能源結構 我們看到包括了天然氣 來到了多少50 煤炭30 所以加起來是80% 所以張老師你怎麼看 我們現在搞了半天 我們其實就是績效非常之差 而且在全世界當中是 可以說是後段班的 我認為在能源結構的 耗用上面來講 我們確實已經是 產生很嚴重的結構化問題 但是我覺得政府 另外還有兩個盲點 我覺得應該要注意 第一個就是 我們其實有很多的企業 都非常重視它的 所謂的社會責任 所以它也花了很多錢 願意去改善它的真正 生產的過程之中 耗用能源 也就是說它希望能夠 投入較少的能源 但是能夠維持同樣的生產 但是政府對於這個 第一沒有獎勵 二沒有補助 三沒有鼓勵 四沒有人去倡議 所以我今天提出這個想法之後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蔡政府從來沒有講說 企業假如今天去做節能的 各種測試 我們可以提供低利貸款 或者可以提供什麼補助 沒有任何這些鼓勵的措施 所以這就是一個錯誤的方向 第二 我們每個月看到這些電費 或者瓦斯費的時候 大家看一看 有沒有說因為你很努力 去節約有這些打折 當然是有 但是夠不夠 而且有沒有長期追蹤 而且有一種特定的鼓勵的措施 或者說區分這個所謂商業用電 工業用電 狠狠各種的獎勵的措施 然後希望民間大家能夠減少排放 我們今天所有事情的管控 一個是開源 一個是節流 我們剛才已經講了很多 在開源上面 我們是非常不高明的 用高碳排放的方式去開源 但是在節流方面 我們其實政府發現是兩個字 冷漠 也就是說到今天為止 大家有沒有用更好的激勵 或者打折 或者說是獎勵減費的 或者說鼓勵貸款 這種做事讓企業以及家庭 去改善它的能源耗用 讓大家隨手關燈隨手關店 所以我們今天會看到 今天很多地方政府 看到很多公共的用電 或者說是這個文字罐裡頭 這個燈火通明 所以我們就發現 其實政府整個在社會教育上面 也是一個盲點 這是為什麼呢 這就是政治的算計 因為有很多時候不敢 對百姓去要求 而且要去縱容 但是問題是有一天 當這些縱容或者末世 造成我們企業的競爭力 而且真正的困難來臨的時候 這將是萬劫不復 最重要我要提醒 我們現在大量的出口 是仰賴中國大陸 當有一天中國大陸 要親兄弟名算帳 而且它的就是說 為了全球的公約 然後大家開始要對我們 有關碳的稅的時候 這個時候我們一定會 又開始政治操作來炒作 可是我們沒有想到 我們今天就好像 我是這個很小就去當兵 我們當兵最討厭的是什麼 大家晚上這個晚點明晚 然後每個人都洗腳上床 就是有一個人不洗腳 那有一天台灣就是那個 不洗腳的人 然後大家都覺得他非常討厭 因為他腳很臭 那有一天我們萬一是環保 就是那個不洗腳的 這個叫做臭腳丫的那個臭男生 那我們就會在整個全球之中 那才是真正被孤立 而且被人家去討厭的對象 是啊 在這個全球的趨勢當中 台灣呢 真的是落後人家太多了 所以民進黨呢 在這一塊 你可能要做一些加緊腳步 有沒有發現呢 我們談了很多國際的事情 因為這跟台灣相關 也跟國際相關 所以你想要知道更多的國際的時事 更精準的國際趨勢 然後呢我們的頭條開獎也要一起訂閱起來了 來來來我們來看到 來回到上一張 我就是聽你自己介紹這個 對對對我不用特別介紹 來我來 全球大事也再講一次 不用不用不用 重點是呢 也要支持我們的這個頭條開獎 繼續衝起來了 那我想問一下辛華哥 因為呢我們就說 蔡英文跟美國走很近 但是美國爸爸賞你兩巴掌 你都不知道嗎 美國爸爸很打臉啊 怎麼會又這樣子了 針對於美國國務院有旅遊警示說呢 臺灣呢從這個第一級升到第三級 等頭於中國大陸啊 他這個是怎麼樣整個狀況呢 因為第三級呢 是建議民眾去三思啊 就叫你不要去的意思 我們本來是第四級 本來是第一級是最安全的 就變了第三級 跟中國大陸一樣 然後呢結果呢 是不是打破了蔡英文的大內宣 因為他說好棒啊 因為全新的疫情啊 請全民來共同配合啦 看起來是大內宣嘛 就莊仁祥面對這個問題就尷尬了 他說目前美國CDC 對臺灣的旅遊警示 還是一級的啦 可能是因為其他原因 才會把臺灣列為三級 請外交部趕快跟美方來確認原因 就被美國爸爸打臉 真的太尷尬了嘛 沒有錯啊 我覺得蔡政府不是很喜歡 依靠美國人來取暖嗎 我們常常美國人的這個政要講了什麼話 或美國人出了什麼報告 我們看臺灣有沒有誇獎臺灣 誇獎的篇幅怎麼樣 我們不就是這麼 蔡政府不就這麼依賴美國人來取暖 那我們看現在美國的國務院都 都證明了這個 他們好像對蔡政府的這個防疫措施 還是有疑慮喔 沒有錯 其實我們可以發現 其實現在世界各國對於防疫的措施 慢慢都轉移到了 你是不是可以讓疫苗普及化的 這件事情上面 所以其實我們國家的施政 確實是慢半拍 我們可以發現其實像美國 即使他疫情這麼的嚴重 他們也誇笑了這樣的一個這個施政目標 他們說呢在五月一號之前 要讓所有的成人都能夠這個 接種疫苗 同時他們希望在這個七月四日 美國的國慶之前 要讓生活恢復正常 他們國家有一套的這個目標 而且不只是美國 我們可以發現世界各國都把疫苗的採購 疫苗的供應跟疫苗的施打 當作是這個階段非常重要的一個施政目標 可是我們看到我們國家的疫苗的政策 到底是怎麼樣 我們只看到陳時中去年不斷的吹噓 我們的這個國產疫苗多厲害 可是到了今年我們突然發現 哇整個這個風向大變 大家記得嗎 我們第一批的疫苗降落前 陳時中告訴我們說 哇這是這個飛機降落前一小時 他才掌握資訊 那同時呢我們還發現疫苗的採購 很多的問題 我們發現呢 我們第一批的疫苗 竟然保存期限可以到六月 可是第二批比較新的疫苗 竟然保存期限之後到五月 天啊對照現在大家國人 對於施打疫苗很多疑慮的狀況底下 我們到底這個疫苗第一劑什麼時候打 第二劑什麼時候打 國民不能放棄 那你這個疫苗怎麼樣能夠普及 那同時呢 因為AZ疫苗出現很多這個血栓的狀況 我們的記者問我們的這個 這個防疫中心的發言人 那我們的發言人還講說 我為什麼要告訴你 所以我覺得這個我們的政府 如果老是用這種很保密的方式 很黑箱的方式 來進行所謂的這個防疫政策的話 我必須要告訴你 我們現在的政策已經落後了國際上 大家非常重視的一個目標 就是有關這個疫苗施打的普及的部分 我覺得現在這個 其他國家的這個教訓 跟其他國家的這個施政的這個成果 慢慢出來 我想呢我們絕對不要再落後 不然的話我們在很多的時候 當世界各國將來都開放國境的時候 只有台灣會變成隔絕於世的孤兒 這個是我們特別注意的地方 是啊真的要特別注意 尤其呢這個很好笑的是 莊仁祥說 要請那個外交部呢 去跟美方來確認 那你為什麼不是CDC對CDC呢 我們想問一下 我認為這一巴掌 是打得極次於右下 因為大家只要記得 當美國的衛生部長來的時候 而陳時中就是 人家在發表一個聲明 明明沒有中文版本 他就要擠上去 然後加一個潔名 你去看看那個裡頭的英文 完全就是美方在這邊發 那你那個時候知道 要拉關係 各位我們要知道 我們的衛福部 疾管署去跟人家的CDC 是專業對專業 今天我們被封 就是升到第三級 是人家是根據科學 其實今天就是戳穿了 我們跟人家沒有專業之間的往來 只有因為這個就是國務院 那是政治的語言 他有政治的算計 但是今天防疫講究的是科學 結果你今天裝人像自己 真正狠狠地打了自己的 這個就是耳光 證明我們跟CDC之間 沒有專業聯繫的管道 各位觀眾朋友 這是多麼可怕的一件事情 我們從頭到尾 我們所有的防疫 就是靠的宣傳 沒有科學的根據 今天發生了被人家宣布 而你居然沒有 這個專業對專業的溝通管道 各位這不是多麼可怕的一個現象 是啊 真的是太可怕 而且這個美國爸爸賞的這個巴掌 真的是又想又痛啊 那我們就說跟美國靠在一起 那有什麼樣好處呢 想問一下韋漢哥 因為你看美國爸爸是怎樣 冷眼旁觀其他的盟邦的疫情 尤其印度現在單日的新增三十一萬人確診 他還是四方安全對話 美日營藥當中的一員 結果美國有對他什麼幫助嗎 那更別說韓國的部分 韓國是貴求啊希望能夠有美國的疫苗 拜登告訴你沒有足夠的疫苗要送到國外去 我們台灣呢 其實這個話題我覺得有兩個層次啊 第一個就是會不會不只是疫情的關係 他會不會是覺得說 台灣不安全 不安全不是只有疫情喔 地區的軍事衝突對立的關係緊張提升也有可能 好這第一個 第二個我們不能只有光是看台灣從一級變三級 美國是把全世界190幾個國家當中的116個國家直接提到第四級 那看起來是美國現在應該是美國國務院希望美國人根本都不要出國 他現在已經在打疫苗了 他應該是希望一段時間當中大家不要再有這些邊境的往來 看看能不能讓他的這個疫情整個控制下來 所以他現在簡單講是呼籲外國人不要到美國 美國人不要到外國啦簡單是這樣 那我們台灣原本是一級現在變三級 說實在的 我們還怕美國人來了 說實在的 對不對 我們台灣現在狀況 所以被變成三級當然會有點覺得 但是問題是 美國他不是只有對台灣 不是只有對中華美國這樣 全世界116個國家他都升為四級 是紅色的 完全是建議你不要去的 我們這三級 橘色是三四而後行 先think about it 好 那重點回來了 剛剛嘉玟在問我這個問題 美國應該是 我這個數字不精確 但是從我過去這樣看 應該是全世界超買疫苗第一名的國家 是 他買最多 那你等到你的國人美國的這些幾億的國民都已經打完了 美國還有一群人是就死不打的 等到你已經都用完的時候 那你是不是開始要把這些疫苗也釋出到其他各個國家去 我們的狀況是這樣 因為今天下午這就不多談了 今天下午因為我們台灣出現門土病例 對 在台北的清真寺 4月16號的時候 所以現在其實如果在看我們頻道的網友 你是住在台北市或是新北市 大台北地區的話 在4月3號之前最好還是戴個口罩 竟然能夠忘記都戴口罩對不對 很久都忘記了 還是戴一下比較安全 那所以這個疫苗的問題 我們現在只有AZ可以選 那大家不太想打 可是如果一旦有出現疫情的話 那明天後天大家要注意這個事情 那可能大家就會自非願意去打了 不是只有出國的問題 可是我們台灣是不是只有AZ這個選擇呢 輝瑞的BNT呢 莫德納什麼時候要來 這個也是美國不要講爸爸了 美國好朋友 現在既然台北關係這麼好 也要試圖把一些東西 跟台灣做一點交流 這個是台灣民眾 如果疫情有發生的話 如果沒有的話 我說實在的 大家想打的意願並不高 特別是因為AZ那一支 但如果是莫德納或者是BNT 我相信大家會願意施打的比例 就會提高了 是 那我剛剛看到AZ謝謝你的斗內 我們最後衝一波 趕快衝到8000以上好不好 我們看到說跟美國走那麼近 但是呢美國一直拿台灣去刺激中國大陸 我們看到梅克爾他有特別講到說 說呢強硬的言論出現了 接著就是挑釁的行動 所以他擔心啊擔心呢 南海跟台灣可能變成是軍事的衝突 但是呢德國的外長其實呢跟王毅 大陸外交部長有通過電話 他也說歐盟啊必須跟中國往來 脫鉤是錯誤之路 所以人家也不反中啊 人家也擔心說美國一直在刺激挑釁啊 他看得很清楚嘛 就是美國要把台灣海峽變成一個火藥桶 因為那個烏克蘭已經是一個了 現在就是要把台灣海峽變成火藥桶 那美國的目的就是運用台灣來牽制中國的崛起 非常清楚啊那這次這個疫苗的事情就看出來 也是我們國人一個好機會啊 了解什麼叫美國什麼叫美國人 韓國的總理親自說啊 現在是患難見真情 我們跟美國還有合約了 他五月還要去見拜登呢 可是韓國總統患難見真情 美國說沒有什麼真情 我自己的美國人的命第一名 美國的命才是命 我一定跟我無關的啊 那你想想看我們國內還有一群人說 海海發生狀況 美國的大兵要來台灣流血 怎麼可能呢 怎麼可能呢 他現在連生病的疫苗都不會給你的 韓國的關係 美國跟韓國的關係 跟美國跟台灣的關係 那美國跟韓國關係比我們密切多啦 是 那他都對韓國這樣子的做法 我想要讓我們國內有一群人啊 常常以為啊美國又要協防台灣了 這個什麼打仗美國要來了 日本也要來了 這些人真的應該要頭腦清醒一下 是啊 頭腦真的要清醒一下啦 尤其我們都發現說呢 這個駐日大使謝長廷也是啊 惹爭議了 甚至他還說 如果核能場沒有排放 穿了廢水的話 他願意承擔法律的責任 但是呢就是有人講說 民眾黨說外交部 你應該要召回他來說明吧 我想問一下辛華哥 你怎麼看我們的大使 怎麼會是幫助日本的大使啊 奇怪我覺得我們這幾年民進黨的這個駐外人員呢 常常都是幫駐在國講話 所以這個不只是駐日大使 我覺得蕭美琴有這個狀況 大家記不記得 蕭美琴呢之前還說呢 如果我們不吃萊豬的話 就影響我們台美的貿易 奇怪 我們講說奇怪 你們這個駐外的人 不是應該幫我們本國的人民說話嗎 所以我覺得像謝長廷這樣的狀況喔 其實我覺得這就是民進黨 他們可能就是在內部 因為為了關係上去 然後呢他們想的其實只是為他們自己政黨利益 想他們的政黨如何政權延續 如何討好國外的這些政治人物 幫助他們民進黨繼續執政 那麼台灣人民的民生 我們的食安 我們的這個長久的生命的安全 其實對他們來說都是次要的 為什麼 因為他們只在乎內部的派系的平衡 他們出了事 包括我們台鐵的太魯格也是一樣 他們只在乎內部的派系平衡 所以連台鐵的局長都可以久久不上任 所以我覺得這就是一個在民進黨執政 大內宣全體執政底下 為了一黨之思然後造成我們全民利益受損 一個非常好的證明